這個美國今天由國務院 聲明台灣海峽就是國際水域 可以航行可以飛越 有這樣的自由 那我想請教一下明傑兄 阿共現在到底是要做什麼 對我們看他這個舉動 就是想要把台海這個站為內海 那其實回過頭來我觀察 其實老美早就識破他這個企圖 為什麼這樣講 我們看到現在每個月一艘的 美國軍艦穿越台海 其實美國軍艦穿越台海 有很長的歷史 其實從早年韓戰之後 第七艦隊協防台灣 那時候就頻繁的在台海巡弋 那後來為什麼 其實有個重要時間點 2018年的7月 美艦穿越台海開始 美國國防部只要一穿越就公開 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 其實有當時外界可能觀察會覺得說 這樣的一個艘軍艦穿越台海 對中國有什麼樣的軍事上面的威責 好像沒有太大的意義 但其實就是在反制 知道他準備用這樣的一個企圖 那用打法律戰的方式企圖片面宣稱說 台海是他的領海 所以用這樣的方式本來就是在反制他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除了軍事上我們看到 確實有攻擊他在台灣的西南空業 為什麼頻繁的也在這個地方出沒 就是軍事上要從這個空中 來限制美國在特別是台海周邊的一個巡弋 那軍事上是一部分 另外當然法律上他也用這樣的方式 在宣稱說這個台海是他的內海 目的其實全部都是為了什麼 為了反介入 平時先用這種控制的方式 暫時就封鎖 然後最後佔領 用這樣的一個企圖 當然美國完全不會這一個接受 所以我們看到美國不管國務院或五角大廈出來 也直接這個回嗆說台海就是國際公海 美國軍艦以後一樣照樣穿越 那明杰我請教你 因為說美國海軍已經發明出這種叫做 殺人精的無人潛艇 那主要是要抗共 它是一個新利器 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目的 其實這個無人潛艦我覺得確實 非常適合在台海運用 它有兩個特色 第一個它水下逆中的能力很強 就是說它其實不大八十噸 那長大概其實原型是十六公尺 但模組化未來可以擴充到二十六公尺 那現在初期原本它是屬於水下的 這個無人載具 本來是做掃雷之用 掃雷本來有一型 這一個叫這個回生旅行者的掃雷 水下載具 不是體積那麼大 那本來可以偵測水下的水雷跟潛艦 但是未來它會進一步 因為它是用模組化的這個設計 未來非常有可能 它可以擴充搭載什麼 搭載魚雷 可以進行攻潛 甚至可以搭載反艦飛彈 或者是發射無人機 所以它的一個逆中特色 在水下頓位不大 其實解放軍最弱的是什麼 就是反潛 它的反潛能力其實很差 增潛的能力非常的這個不好 所以這樣的一個小型的潛艦 如果無人潛艦部署在臺海 特別是如果又數量非常多的情況之下 其實讓中國是絕對防不勝防 造價貴 其實它這個很便宜 CP值很高 所以我認為臺灣未來 如果可以的話 軍購一定要提這一項 因為它原本 這合約裡面 大概一艘只要造價一千萬美元 其實這麼便宜 這麼便宜 所以你看現在隨便一艘潛艦 如果裁電潛艦的話 基本上也要幾百億起跳 對啊 那它基本上先前美國 可能海軍會下單五十艘 其實五十艘我算一算 折合臺幣大概一百五十億 一艘神盾艦 大概造價要四百億臺幣 你買個這個兩百艘都不到 神盾艦的價格 所以這樣的一個大型的無人潛艦 第一個成本很低 又不會造成這個人員的損傷 第二個就是非常的難偵測 如果未來他可以擴大搭載包含像 譬如說輕型的這個魚雷 Mk54或Mk46 還可以進行這個潛艦的攻擊 對方偵測不到你 你還可以攻擊對方 而且他有一個 潛多深 對這個也是一個特點 一般載人的潛艦在水下 其實抗壓基本上到五百公尺 大概算是一個極限 他可以潛到三千公尺以上 所以他不只在臺海 這種所謂大陸棚這個潛水的地方 他在臺灣東岸 也可以活動 而且他的致持能力 自主航行可以到三十天 用柴油混合的這個這個電力 潛在下面可以潛三十天 不用上來 他大概基本上幾天要上來換氣充電 但是他可以在這一個不用補給 或者是充電情況之下 自己可以致持三十天 那換算將近可以航程 大概將近一萬公里 他們也有小型的水下的潛航器 但是潛航器過去來講 他們其實對也是無人 但是主要都是在掃雷之用 所以未來這一型 所以他的波音設計的這個工程師 有講到說非常適合在危險區域 而且同時進行什麼 攻勢水雷作戰 什麼叫攻勢水雷作戰 就是布雷 美軍其實所有的這一個戰術 都是攻擊性 他們沒有防衛性的 所以這個在臺海會非常的適用 教一下 如果中國的論點是對的 日本的本州跟這個北海道之間的 清津海峽 為什麼你解放軍的軍艦要過去 那不是日本的內海嗎 對 那你為什麼要過去 日本的內海之外 下面還有一條 很多人都坐過那個海底的隧道 有沒有 從那個清深到韓谷的 這個清寒隧道 那清寒隧道還算日本的 臨海的範圍裡面 你軍艦過去的時候 跟這個所謂的海警船過去的時候 你怎麼沒有想到說 你去侵犯到人家 日本的經濟海域 跟日本的這個臨海 你也沒有這樣想啊 那現在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藝術的說 這塊的啦 這塊的 這跟你的這個白帶魚 我驗出來有這個新冠肺炎病毒一樣 我說有就有啦 沒有你是要怎麼樣 然後呢 我說你們這個 連霧有這個有寄生蟲就有啦 沒有你是要怎麼樣 那他現在就說 這一段不讓你過 不過對美國人來講有用嗎 美國今天直接講 我的軍艦照過去 我跟你講啦 台灣海峽只是一個 因為為什麼會指清津海峽 因為跟台灣海峽一樣 一百三十公里啦 寬就一百三十公里 他現在就要說 台灣是我的啦 所以這塊也是我的啦 然後真的來 南海也是我的 你忘了之前講說 人家到他的西沙島去 什麼他跟人家對峙 什麼魚雷飛彈 炮彈跟子彈都上膛了 跟對方三招軍艦對峙 七十二小時 對方退了 沒有你說是誰啊 你直接講是誰嘛 那你敢開嗎 你敢開嗎 你知道嗎 你敢開是誰嗎 我問你為什麼都不怕 美軍故意派一條沉沉劍去嘛 避免擴大沉 但是過他登途 但是我就告訴你 那不是你的靈海啦